设定海报分割列印 我们完成了这个海报之后 我们可以先把它做一个存档的动作 这样之后如果我们还要再继续修改的话 就可以把它开启来继续来做创作 Photowork它有支援大海报的一个分割列印 我们存完档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操作这个大海报的部分 在列印这里点选之后 总共有好几个项目 我们要的是这一个用海报的部分 点选之后它会出现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个部分我们按下完成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汇出海报的一个主要对话的视窗 总共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我们看到 首先看到是这边 纸张的一个选择 通常我们都是用A4的部分 那这边是直视值或者是横视值 从这边去做一个调整 那下面这边是这个上下左右 这个空隙的部分 预设值是各1.5公分 那我们就用预设值按下一步 这个是第二步骤 这个是第二步骤了 第二步骤最主要要设定的是 纸张跟纸张之间 彼此重叠的这个范围有多少 那预设值呢是各1公分 那上下左右呢 其实都可以分别调整 那我们也是不动它 我们直接预设值下一步 那这边呢就是最重要的了 我们要挑选说我们到底要印多大张 多少这个A4的纸来去拼这个大的这个海报 好那因为这个一开始 我们设计精确的尺寸的时候呢 它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比例的这个问题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去选择这个纸张宽度高度 要多少张的时候 会发现呢 它好像没有办法刚刚好切齐 所以例如像这样 就有一些多余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试着 去做一个对齐的动作 看看呢 是不是能够把一些纸张啊 给节省下来 那一般来说啊 它的预设值还是会维持在正中一样 好那我们如果呢 要做出大概9张的这个海报的话 那就是调整成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9张的嘛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一步 好那这边呢 它最后一个步骤了 它就是告诉我们说 它会把它变成一个PDF档 而且呢 在存档完成之后 会把这个PDF档案打开来 让我们来检视一下 好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按下存档 那这边最需要说明的就是 在存档的时候 这个路径上 例如像这样子 它就是有出现中文的 那如果路径上面有中文 存档的位置 有中文的话 会造成存档失败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不要让它有中文字出现了 我们就直接存在这个加募录里面 我们就存在ST里面 个人资料夹里面 好那档名给它 好 储存 好 那存档之后呢 它就会帮我们开启这个档案 那我们来检视一下 好那只要我们把这个档案列印出来 我们就得到了一张 那个9张A4值可以拼出来的海报 那之后如果我们还要再列印的话 那我们呢 也可以啊 直接进到我们的这个资料夹去 那我们这个档案就已经出现在这边 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列印